大家好 我是林士比 今天又要來幫大家說書了 主角是這兩本 一本是 Mapuru 新翻譯成中文的 親子由關東這本書 那各位應該記得去年 九月 有出過一本親子由關西 那 關東也出來了 那我等一下會把兩本 這本比較詳細的介紹給大家 那另外一本也是我最近拿到的書 也是日本翻譯過來的 大東京23區散步 用最後 的一點點時間來介紹這本 那今天的 重點是親子由 的這一本 那為什麼後面要放這麼多 人人出版社的書 是因為他們這次在博客來又要辦書展了 那 有這個親子由關東上市的 慶祝嘛 那所以後面我現在擺的這一些全部的書 從明天 12號 12 13 14 15 這四天 兩本 只要買兩本以上都是66折 所以算是還不錯的優惠 像是Mapuru這一系列 假如你之前 沒有入手的話 可以考慮這個機會入手 他現在出到這本 關東親子由 已經是 第七本 那前面東北沖繩 金板繩 東京北海道 都不錯 那 人人出版社出版了非常多系列的書嘛 那 他每次辦書展都有一個困擾 就是 假如每一本書都打折 可是 大家都不知道其實 買哪一本好 所以他們這次改了一點方式 他們特別精選了 在每一個書系中 比較暢銷 大家應該會比較有興趣的 一些地點 挑出來了 像是這個是 人人遊日本 我很推薦的很經典的工具書 那他挑了 東京京都 大阪神戶 蓮倉這四本 那上面是Kokomiru 另外一個系列的書 他也是東京京都大阪 參展 那 這個是小伴侶 比較 小 輕便 容易攜帶的 他特別是挑了 去年在小伴旅游 經過改版 的這幾本 大阪京都 東京 然後另外還挑了一些 像是東京近郊 大家比較喜歡的地方 像是香根 蓮倉 日光奧 鬼怒 這些來參加 一起 兩本 又六折 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這兩本 都是親子遊的書 一東一西 那其實他們的編排方式是非常的相近的 他其實就是 這一系列的書都是比較接近雜誌的編排 我跟各位有講過很多次 這樣子的就是 彩圖很多 然後 令人眼花撩亂 然後這個 看起來很賞心悅目的 這種雜誌型的 那是Mapuru 還有另外一個大公司 就是Lulubu的強項 那這樣子雜誌型的 旅遊書 所以你會看他的資訊 非常豐富 閱讀非常的賞心悅目 這樣子 那資訊量當然也是大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夜數 這本親子遊關東跟親子遊關係 其實夜數是有差別的 關東這裡 你看 可以到200頁 那關西 其實他只有 150頁左右 所以雖然夜數有一點差 那資料量差了一點 可是這個定價 沒有差多少 關東是 定價420 關西是 399 所以 只多了一點點錢 可是他 就比較厚 所以讓人覺得好像有比較 賺到的感覺 那這個書封面上有寫 林氏幣VERA 就有幾個 部落客都一起推薦 可以獲得這麼多部落客一起 幫他 巨名這樣推薦 大家可以 知道這本書一定是他 有他的過人之處 主要是Mapuru這系列真的是在日本的書室上 旅遊書的書室上真的是長青數 我們看一下他的封面 其實就可以知道 大概書裡有哪一些內容 首先他左邊有一個最夯news 最近有什麼 最新的親子的景點 那他寫Sky Circus 這個我也去過 我非常推薦 就是 池袋的Sunshine City 那個60樓高的展望台 他原來是一個已經有一點老舊的展望台 那那裡沒有什麼人氣 那可是他 讓他搖身一變變成一個 好像空中的馬戲團一樣的感覺 還蠻好玩的 那還有 東京鐵塔下的東京航海王塔 東池袋的陽光水族館 科學未來館 鐵道博物館這些東西 那再來 閉丸四大景點 他推薦的一些東西 那我們等一下到裡面都慢慢再來欣賞 那看一下其實關西的編排當時其實也是這樣 那 他也是有專題 然後 又有閉丸景點這樣子的推薦 那關於範圍方面 最重要的東京迪士尼當然是 他不可能放過的 那另外他是寫親子由關東 所以因此 不只是東京都內 二十三區 而已 關東地區 東京周邊的 神奈川千葉群馬 奇域 這些東西乃至於山 富士山下的 山梨 靜岡這些 全部都會有帶到 然後會集超過三百個 店 三百個 所以真的是資訊量 是非常的豐富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 跟上次 關係一樣 他也有付 優惠 券的 book 就在 最前面 這個 到很多 他書中有介紹的 設施 都可以有一些優惠 那可是要注意的是 這兩本書在日本其實出的時間是差不多 都是去年的書 所以因此他這個有效期限大家要注意一下 他現在書上的這些優惠券的 有效期限 大家知道後面有寫 幾乎都是到 今年的 8月底 或是12月底 所以各位買書的時候要注意 跟你出遊時間 你用不用得到 用得到當然是更好 那這個因為其實現在出 2018年1月 要等到再版 的時候 可能時間就比較久了 所以因此 這一本 關東 親子 親子由關東 他只會在出版的時候 第一版的時候 有這個優惠券 請大家注意 大概 出版社跟我說是 好像是3000本 所以之後他就不會印了 那關係親子由也是 現在 市面上的 買完之後 因為他 他的日期 其實也差不多 都是到 今年的 9月 或是年底 那所以 他在再版的時候 大概就不會 付優惠券 這點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他優惠券本身 其實我覺得 有蠻多 都是還蠻有趣的 像是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些 我最近有在 本專有 介紹的 那個 在山浦半島的 荊棘遊湖 Marine Park 你看他這個 入場鍵可以打 八折 然後有一些 伊豆的設施 然後這個是我最近 才剛剛去過的 納虛 野生動物園 這個我好喜歡 有點像那個 我們的六福村嘛 就坐著 就是坐著車 被關起來 去被動物看 然後可以餵獅子 餵長頸鹿 這可以九折 納虛動物王國 我這次也有去 然後很有名的這個是 Yoko Hama的水族館 香根的水族館 所以都是一些 還不錯的設施 的優惠 我是覺得還不錯的 那 像是 我最近也有去的 日光江戶村啦 獨麥樂園 他都有 還不錯的優惠 動物世界廣場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們繼續看 最前面其實還有一個附路 除了這個優惠券之外 他還有一個 這個完成孩子的願望 0N特價 CP值爆表的遊玩技巧 那顧名思義就是 根本不用花錢就可以進去 共享一些新子時光的一些 設施 他其實還蠻多的 你看這個附路裡面 總共附了 這是幾個 總共附了 這有19個 去處 那他 就是 很多其實我是根本沒有聽過的 想說像這個 最喜歡鋼彈的 小男生 你可以去參觀鋼彈模型的工廠 想知道 造型橡皮擦的製作方式 也有工廠可以去參觀 這個不用錢 那 那 燒賣工廠 奇洋圈 這也是可以免費去參觀 然後三病動畫博物館 然後 JRA的東京競馬場 都有一些小朋友可以 不用錢的 的設施 這個錦枝頭自然文化園去摸這個 天竺鼠 這個我帶小小的姊妹去過 真的很好玩 那 這好像最近社團裡常有人 有提到 去 JL的工廠建學 或是NHK Studio Park 這些小朋友都可以學習到一些 喜歡飛機的小朋友 然後 想 當當看氣象主播新聞不抱怨的小朋友 其實都是蠻好玩的活動 這個大概大家很熟吧 台廠的MegaWeb 很多喜歡車子 的 爸爸 然後常常會帶小朋友 去這裡玩 然後都是 非常的 很棒的地方 那接下來我們直接看書的本文 他這個目錄就有寫清楚 他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那第一個是他有刊頭五大特輯 那 這系列書其實就有點像雜誌的編排 所以他最前面都有一些專題 像這一本的專題就是這五個 第一個是 最近有什麼新的話題的出遊地 那第二個 是 東京迪士尼 大概花了10頁來講東京迪士尼 2017年之後 有什麼 新聞 然後迪士尼樂園跟海洋都分開來講 那再來是 閉丸的 四個景點推薦 那第四個專題是親子共遊的室內遊樂場所 那 最後是 親子餐廳的推薦 再來進入這一頁是依主題啦 那這就跟關係一樣 像是 你是想去動物園 有什麼選擇 水族館 然後 購物 親子的購物 有牧場 想去牧場的話有什麼選擇 然後 大型的公園 主題樂園 或是 體驗博物館這些東西 那都 分門別列的 別類的告訴你 接下來這一頁 關鍵字check 我覺得還不錯 他根據你家 小朋友的狀況 你的需求 他來推薦你 你可以參考什麼樣的景點 比方說你家是零歲幼兒也安心的設施 那有大型遊樂設施的咖啡廳 然後 假如我們 沒有開車嘛 旅客通常沒有開車 那 直通車站交通便利的 像是奇遇大工的鐵道博物館 或是我這次有去的 晴空塔的墨田水族館 那個車站出來很快就到 那 雨天的 可以玩的 遊樂設施 那你家小朋友的 歲數 根據他的 年紀 那 0到2歲 3到6歲 小學生 有不同的建議 那你喜歡 手作體驗的小朋友 喜歡運動的小朋友 都有一些 建議 接下來這一頁 在關西內本 其實也有 就是一些 出遊 建議 的 訣竅 像是 排行程 你要排 規劃寬鬆的 行程建議 小朋友 一起出門 一定可能會有一些 delay行程 不太可能 完全照 照表操課 你要寬鬆 保留一些彈性 然後你可能要選擇 大人也會 感興趣的 場所 那出發前要做一些 什麼樣的準備 像是你要確認 哺乳師 換尿布的場所啊 有沒有車站有沒有無障礙 設施 這些東西 那另外 暈車怎麼辦呢 挑選住宿 有什麼 訣竅啊 然後 不同的年齡 你可能出發前要準備 一些東西 那他都有 提醒一下 再來進入是 2016 17年以來的 一些新的 出遊地 包括了 剛剛有提過的 SkySuccess Sunshine City 60樓的展望台 上面變得有一些遊樂設施 然後這個是 磁帶太陽城的水族館 他2017年春天有 改裝開幕 然後這個是Lalaport 山井Lalaport的香腩品種 那再來還有像是 獨麥樂園我有去採訪過的 Good Job Good Job 這一個 新的園區 這個真的可以玩一整天 非常好玩 那再來還有 一些鐵道博物館 東京上野的 國會圖書館 國際兒童圖書館 等等 都是新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進入這個 迪士尼的 專區 迪士尼他大概花了10頁左右 有一個特輯 那 像這第1頁 他就告訴你 迪士尼最近 來到未來 他會有什麼樣的變動的計劃 像是這個 打飛的好朋友 多了一個 新朋友 那還有是 像是Finding Nemo 2 多利加進來之後 海龜 漫談 也多了 新的橋段 那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會有一些新的開發計劃 像是加進美女野獸的園區 這預定是 明年到後年春天的事情 然後這個Soring 這個是 我在 Orlando Disney有玩過 非常好的一個 很受歡迎的一個設施 他會在明年春天加進 迪士尼海洋 那 Disneyland 夢幻樂園 會多了美女野獸的 遊樂設施 這是後年 奧運的時候的事情 那接下來這幾頁 我覺得很棒的是 他是根據小朋友的年齡 做 給爸媽 不同的 進迪士尼前的 建議 那比方說你假如是五六歲了 這個年齡 他們可能很喜歡的會是 遇到迪士尼的明星 你可以安排去 可以遇見迪士尼Character的餐廳 用餐 然後 七歲以上 他可能 行動力比較強 他可以玩的設施多了 所以你要 妥善運用 迪士尼的Fast Pass 然後 你假如是三四歲 比較小的 小朋友 你要小心 他們不要走失 那你要查好 他的身高限制 可以玩什麼東西 這一點 比較重要 那更小的小朋友 當然小新是 啊 嬰兒中心 租借嬰兒車 推著嬰兒車也可以玩的一些遊戲 這很重要 那這個是 Disneyland 根據不同的遊戲 他有推薦 不同的 設施 設施 那 Disney City 不同年齡 Disney City裡面 雖然一般我們說他 比較適合 比較大的小孩 可是他其實小小孩也是有 他可以玩的東西 那每次進迪士尼 都會在那個 最後出來之前 會在紀念品店 就是 荷包被 貢獻 那太多紀念品可以買了 那最後這裡也有根據 稅數 小朋友的稅數推薦可以考慮不同的 紀念品 買回去 接下來的這個專題是他推薦 必玩景點 四個 第一個 東京豐州這裡有一個有點類似我們金華城的baby boss 就是小朋友可以體驗職業的 的一個地方 他叫Kids Zannia Tokyo 那他可以體驗約 100種職業 我們的baby boss不知道有沒有100種 看起來規模蠻大的 那 其實我覺得他玩的 方式大概就跟我們baby boss差不多吧 那你要選擇入場時間 然後 價錢都不一樣 那大人陪同進去當然也是要 要錢的 那可以 這個 我們繼續往下看 他可以體驗哪一些職業呢 比方說 香腸工廠 香噪工廠 那飛機在baby boss應該是最受歡迎的 三任空服員的體驗 這裡寫3到6歲是最推薦的這個 那假如是小學生比較大一點你可以體驗像是 披薩店 美容沙龍 住宅施工現場 地下鐵 這些有趣的職業 OK 那第二個他推薦的 這 看抖木章新都心在千葉 他也是一個職業體驗的 這個 就比較少了 這大概只有30種活動的職業體驗 沒有剛剛那個規模這麼大 兩個必玩的 其實就是 大家其實應該都 比較熟悉的 一個是橫濱麵包超人 國館 那這個 叫年紀小的小朋友 那可以看到麵包超人的表演 然後也有他的真的麵包可以 可以買 也有麵包超人的餐廳 那第二個就是三利歐彩虹樂園 這是喜歡Kitty的 喜歡三利歐家族的 一定不能錯過了 我們也有去過 有現場表演可以看 然後也有一些設施可以玩 然後也有很棒的餐廳 給你看可以吃到像這樣子的東西 接下來幾頁是介紹 下雨不會影響的是 室內遊樂場所 那第一個就是介紹東京巨蛋城的 Asobono 這個我在 認識一些住在 東京的 家長 他們假日很喜歡帶他們來這裡 除了Asobono 還有一些別的選擇 其實還蠻多的 台場也有 齊玉也有 然後 四股 鴨上 其實都有 都有 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 考慮一下 帶小朋友去 接下來是跟小朋友一起 去的親子餐廳 那他第一個介紹的是這個 富士電視台的 在台場富士電視台的小朋友 可以一起用餐的餐廳 然後 像這裡 神奈川縣這裡有一個可以看到恐龍的餐廳 會動會叫的恐龍 然後 這個餐廳的話 則是他旁邊有小朋友可以玩的設施 在五站小餐 那 後面還有很多 利川啊 奇遇 我覺得這裡就比較偏住宅區 那可是吉祥寺前草這裡也都有各自的小朋友可以去的餐廳 那再來這個是 明星角色餐廳 像是這個是台場有一個可以看到Kitty的餐廳 然後橫冰有布丁狗的 咖啡廳 然後晴空塔下面有Mooming 可以看到Mooming的 然後 船橋也看到這隻兔子的餐廳 森林家族夥伴的 餐廳 那接下來就是根據大類 像是動物園啊 水族館啊 購物 這些啦 那像是動物園的話 他有把一些 東京自己的話 像是上野動物園 多摩動物園 自然動物園 神奈川的 千葉的 全部都列出來 所以你看其實你 真的想帶小朋友去關東 去動物園的話 有這麼多選擇 那有免費入場的 也有需要門票的 那雨天OK的 你看這個表 你就一目了然 水族館的話也是非常多的選擇 那 你看這個東京 光是東京都內 你用品川 池袋 墨田 葛西 東京鐵塔水族館 有這麼多可以選 然後 神奈川縣也是一大堆 香根園 江之島 荊棘油湖 橫濱 八景島 真是一大堆 那他進去裡面 他當然會 對於每一個 水族館自己的特色做介紹 像是這個是品川 那如果帶小朋友來購物的話 你要注意的事情是 要有吃東西的地方 然後小朋友有玩的地方 不會怕無聊 那 假如是媽媽去買了 那個 有沒有充個電 喘口氣的地方 那 東京有 你看這些購物中心 是他比較推薦家族可以去的 那其實還蠻多選擇的 那東京近郊其實也有很多牧場可以去 牧場有很多事可以做 像是 可以 喝新鮮的牛乳啊 牧場才有的經典美食啊 然後跟動物接觸 那 最有名的可能是千葉的 mother 母親牧場吧 那另外 陳田夢牧場 我們其實常常也會看到他 他的農產品 ice cream 被賣 然後納虛 納虛是很有名的 這個 有很多牧場可以玩的 那其實每個縣也都有自己的牧場可以去 比方說這是很有名的千葉的母親牧場 你看可以看到這麼多動物 包括了非常有人氣的水豚菌 然後 兔子啊 豬啊 就 面積非常大 非常大 母親牧場可以玩一整天完全沒有問題 那他也可以欣賞一些植物 然後有一些手作體驗 柴鍋體驗 他甚至有遊樂設施 非常大的一個設施 這個前面的設施都講完之後最後就是一些地圖了 那可是要 提醒各位 這個書是日本書翻過來的 所以 所有這種翻過來的書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不是針對外國人 寫的 是 你們知道日本人自己出去玩多半可能是開車啦 所以因此他有這些開車 針對開車的地圖 然後休息站 有什麼東西的 這些資訊 也許對我們就沒有那麼有用了 那 一些基本的 外國旅客 到 東京 你從機場怎麼到東京市區 地鐵怎麼坐 喔 這本書反而可能就沒有了 這樣的資訊要你自己 另外準備 這是要提醒 新手爸媽 假如你只是想買 只想看這本書 那這樣子的外國人的資訊 你反而是看不到的 這點要提醒大家 今天的最後我想花一點點時間 講這本 也是很有趣的書 這本書是 全馬人 這個作者 日本人 那 那 寫的大東京 23區散步這本書 封面上就是一個指揮 手繪圖喔 蠻吸引人的 一個手繪圖 然後他這個書标 書要寫 連在地人也愛看的 達人及大東京散步導覽 那他有 豐富的東京 我覺得你可以說是鬥知識 很生動細緻的城市地理 歷史文化面貌 那如果想要比東京人更了解東京 本書絕對 值得一讀 那這本是時報出版 你可以看到這本書其實非常的厚 很厚很厚 那 所以 這裏面幾乎 全部都是字 那中間有附一些 精美的插圖 那這個字是誰寫的呢 我們看這位全麻人 這位作者 他其實是 慶藝書 大學商學院畢業後 進入東京新聞通信社 擔任電視雜誌編輯 他現在是專欄作家 他已經有很多本暢效書 那另外 畫圖的這位 他是鳥看繪圖作家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這本書裡面 圖是畫龍點睛的地方 像是這個 千代田區 你看這個 這個鳥 鷹鳥的 這邊有一隻鳥 畫的這個圖 我覺得看起來蠻有感覺的 這裡是東京車站 然後 大玩有地區 玩秘魯這些 然後黃巨 這個圖 讓這本書深色不少 在這個 推薦序裡面 一位 野島崗這位資深媒體人 他推薦說 這本書是 全麻仁先生走遍東京二十三區 介紹這座城市各式各樣的面貌 記錄東京日新月移的變化 集結成漫步東京的一個散文集 那他稱他為是城市考現學的第一人 不是考古喔 那不是考古只是講歷史這麼生硬的東西 他會把他很有趣的地方 那 發掘出 我覺得有點像是 我以前看過一系列的書叫做東京鬥之史 他不是像歷史學者 刻板生硬的長篇大論 那他像用很幽默風趣的導覽員 一樣 趣味橫生的解說 讓東京城市風景都立體了起來 作者的秩序 他說 這個 算是他這幾年寫作東京書的集大成 那這個其實是從2009年的春天 在大人的週末這個雜誌上面連載 一直連載 那他盡可能用雙巧徒步的方式走遍了東京23區 寫下沿路景象的心態 那後來當然這本書就是集大成吧 所有的書篇章都集結成册 比較有趣的是在序文中 作者說這本書要複職的時候 因為東京實在變化太大了 所以短短這幾年其實東京的變化就很多 跟他原來去的時候寫的文章就有些不同 像是比方說 鼠季屋橋交叉口 銀座的鼠季屋橋出現了東吉普拉薩銀座 以前被戈吉拉破壞的松板屋 震動 改建新大樓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知道的Ginza 6 已經開幕了 那有很多東西 就是跟他當初不一樣 所以他這本書在重新出版 然後 完景的發翔地 明治成功誕生的年代 中新街的另一個名字叫什麼 那看這個目錄你就知道 他真的就是一區一區的走過去 那非常非常多內容 假如你對東京已經非常有感覺 常去東京然後對這些地方都很熟悉的話 我覺得你再回頭來看這本書會非常有感覺 非常覺得有趣 而且會想看了書中的東西 然後你又會想回去再多看一下的這種感覺 那可是今天我當然沒有那麼多時間一一的看過去 所以這也許我下次要再找一個專門的時間 再單獨來講這本書 總而言之呢 這本書的用法我覺得是 已經對東京有一定概念的人 你已經去過一兩次 對幾個地區都有一些理解 對地名有理解 甚至都去看過了 你再回頭來看這本書的話 你會對東京有更深一步的認識 甚至是比當地人還更了解他的一些很有趣的典故 那這是非常非常深度的玩法 那所以假如你跟我一樣愛東京的話 我推薦你來看這本書 好了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各位介紹的兩本新書 那別忘記了 明天開始四天 那個人人出版社兩本六六折 就可以考慮來入手這本新書 好大家拜拜 拜拜